鮑彤先生今天不能來 我能不能念一頓鮑彤先生對趙紫陽的評價 對 請講 他說 這是在當面跟我說的 他說胡耀邦的反思是平反約假錯案 這非常了不起 但是紫陽的反思是徹底的 文革初期趙紫陽在廣東 群眾把他鬥得一塌糊塗 他就想 為什麼趙反派要這麼鬥我 他跟人說 因為過去我們把人家鬥得一塌糊塗 所以人家今天要這樣鬥我們 這就涉及到了問題的根本 趙紫陽說 我們黨的基本理論有問題 我們黨的鬥爭哲學是錯誤的 他從根上看到黨的路線 黨的工作方法 一貫是左的 錯誤的 就是他大徹大無的基礎 所以很多文革冤假錯案的受害者 很多老幹部認為造反派是冤假錯案的製造者 他們受到的是造反派的迫害 這樣一來 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是造反派的罪惡 不對 趙紫陽說不對 鬥老幹部的造反派也是受害者 全國人民都是受害者 人都變得沒有人性了 都變成獸性了 這還不是受害者 弄到最後他毛澤東的老婆也成了受害者 變成了反革命 弄到最後他自己也是受害者 他怎麼是受害者啊 他變成了反革命家屬 全中國人當時10億人 包括毛澤東都是受害者 都是黨的理論的受害者 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是根據黨的理論造反的 所以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就要從黨的基本理論上解決起 這是紫陽文革後的大徹大誤 他找到了根源 我覺得這篇紀文裡頭 就是非常明確的 就是非常清晰的 向世人再次的就是表示了 這個趙紫陽跟共產黨的基本理論的 這個徹底的決定